太平島是真正有水有素 一个足够面积的岛 甚至可以起降一个西腰山洞 这些证据太平岛是岛不是礁 人家菲律宾瞎搞咱们太平岛 你恐龙仲裁法庭居然就让它过了 哼来来来我告诉你 太平岛是岛的证据在哪里 这就是岛上的淡水水井 倒出来还可以直接饮用 最好是从台湾运来倒进去的啦 岛上不但养家禽家畜 还可以种菜 要不是猪菌太多不够吃 不然根本不用从台湾补货啊 别说这样潮时 太平岛不会被淹没 珊瑚礁风化形成的土壤 更让岛上蕴含了上百种植物和生物 很正同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光荣 那我觉得入籍 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 太平岛面积0.49平方公里 整个南沙群岛唯一的最大的岛屿 起降西腰山洞运输机都没问题啊 所以说仲裁法庭 你们眼睛是长到哪里去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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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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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